牛皮犬案例 你也可能会肿 你也可能会糖水 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防御针了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 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 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紧张 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 我给他敷姜泥 腿上敷了 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有灼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他唯一的改变是 他从当天晚上回去 八九点钟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四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帮他再敷姜 他手上过了十分钟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明显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已经有灼热 那么这个中间 他也产生了皮肤光度很紧 有灼热 也有亏点糖水 糖水的时候 他那个cuching towel 把它包住 包住以后 那水躺了都湿哒哒的 然后又粘在皮肤上 然后穿着袜子 穿着鞋子 这个水都把鞋子里面都躺湿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 所以他不担心 如果一个志工 没有这个经验 哎呦真的 我不敢做 对不对 我们一没有信心 没有经验 一没有信心 他跟着就倒了 可以这么说 这正常现象 第一月做完 拍了这些相片 Chris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觉得再过一个月 我就会好 上个礼拜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好像有点 有新的疹子 好像那红种小块出来 背上呢 又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平呢 我说这很好 好现象 你要记得一点 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 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 是全发胃 他表皮的这些过程解决了 但是里面的东西呢 不够足够的热能 他出不来 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不犯困 是不是 不犯困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 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 跟配合 那他也看了原始点的理论 看张先生演讲看了很久 他也绝对有信心 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团队 带他到配合 志工无私的爱情付出 志工无私的付出 然后他培养了信心 来把你现在最新的情况 给他们看一下 站起来 你小KK看哪里 最奇妙的就是 大概第三个礼拜 我原来有的那个流皮血 都正常了 我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十多年来 什么都试过了 中医 西医 针灸 两个月的变化比对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原始点 大概三个礼拜 就有这种效果 然后我觉得 太奇妙了 不可思议 然后我在想 以前有人说 我不怕生病 生病一定有皈依搭救 我就一直找这个皈依 现在找到了 就是原始点 然后那个刚刚 陈太太有讲说 在绝望中找到希望 就是原始点 因为我绝望好久好久 而且陈太太曾经理 和这些志工 真是很有爱心 很有耐心 他们在这种事 是让人感动的 我要继续录 好 好 都平了 你看 对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了 很感动 你们这大爱 我们无关心了 谢谢 各位看到啊 这是侯生生的历史在这里 两方面的努力 关键是他自己 他有坚持做到休息 他也彻底放开了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没有路走 绝望了 对 他是任命原始点 他24小时温敷 他抹姜粉 姜泥 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第一次包完以后 他就睡到掉天 4点钟起来 对不对 还在身上 因为那天睡得很好 看了这个案例 像不像原始点为例 像实际 真的 真的让绝望者看看希望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要谢谢那个 张创翰先生的这种 我想是我们这一代 将来后代人的幸福 最大的幸福 原始点就是说 要帮助所有的 有病痛的人 解除病痛 这种太伟大了 太伟大 嗯 很创新 然后这个效果 在我身上看到是 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太伟大了 我看了这个刘品贤的案例 我说 哦 希望来了 嗯 我就打电话 然后David就给我安排 嗯 然后陈基尼也很热情 我就听他的话嘛 嗯 我因为我什么医生的话都听 哈哈哈哈哈哈 没笑 我就听 结果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十几年的这个刘皮贤了 不到三个礼拜 我看到 我说 太不可思议了 好像在变魔术 有救了 好像在变魔术 因为那个刘皮贤在这边 十几年了 几个礼拜 欸 就没有了 嗯 太奇妙了 嗯 也谢谢所有的志工 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爱心 就是让人感动 你说我不认真怎么可以 对不对 真的没有 欸